据报道,17号,英国内政大臣批准将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引渡至美国 维基揭秘网站表示,阿桑奇只是记者和出版商,因为尽职尽责而受到惩罚 对此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 阿桑奇案是面镜子,他照出了美英声称的维护新闻自由是何等虚伪 阿桑奇创办的维基解密网站,大量曝光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的信息,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网络黑客攻击的事实 为此,美国政府十多年来先后编织性骚扰罪、间谍罪、滥用计算机等罪名 通过秘密监视全球追捕、幕后交易等各种手段 对阿桑奇进行持续打压,避于补支而后快 汪文斌说,英国在配合美国逮捕引渡阿桑奇方面可谓不遗余力 迅速推进相关程序,这充分显示出英方维系同美特殊关系的忠诚 以及美英配合对特定人士进行跨国镇压的事实 阿桑奇案是面镜子,他照出了美英声称的维护新闻自由是何等虚伪 揭露别国,享有充分的自由 揭露本国和盟友,就要严惩不戴 曝光别国是英雄,曝光自己和伙伴就是罪犯 别国对媒体进行追究是政治迫害 自己对媒体进行打压就是依法行事 在记者会上,汪文斌也补充到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阿桑奇的人权状况和个人命运 相信公平正义终将得到伸张 而霸权强权不可能永远被所欲为 总台阳市记者,北京报道